这期教大家做一道好吃的砂锅局蟹柳的做法 蒜香扑鼻非常的好吃 哈喽大家好,我是住厨大山 爱美食的我,每期呈现给你不一样的味道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我们所用到的食材 这个蟹柳我们在吃火锅时经常会用到它 蟹柳的味道咸鲜微甜 首先我们先准备好大蒜子 然后再准备好洋葱 这个洋葱我们最好用小干葱代替 因为这个小干葱比这洋葱味道要浓郁的多,非常的香 接下来呢,把这个蟹柳打开倒出 这个蟹柳呢就不需要改刀了 我们把它倒出来用水清洗一下 虽然这个蟹柳呢是带装的 我们还是要用清水清洗一下 然后呢把它水分控干,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这个蒜子改刀 把这个蒜子呢两头稍微的去掉一些 全部改完当之后呢放在盘中备用 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洋葱改下刀 像这样切成小块状 有这个小干葱头的话 我们最好用小干葱头 因为这个小干葱头比这个洋葱味道更加的香 更加的浓郁 用手呢把连在一起这个洋葱呢剥开 放入盘中备用 下一步呢我们开始用这个砂锅举这个蟹柳 下面呢开始点火起锅 我们往宝中呢放入适量的清油 放油的量呢比平常炒菜呢稍微多一些 然后呢再把准备好的蒜子呢倒入宝中进行煸炒 一定要把这个蒜子呢炒出香味 把这个蒜子呢煸炒出金黄色 在炒这个蒜子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这个铲子不停的欢炒 防止这个蒜子炒焦掉 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洋葱块倒入砂锅当中进行煸炒 简单的煸炒几下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蒜子和洋葱呢向中间靠拢 我们用铲子呢把这个蒜子和洋葱呢向中间靠拢 这样做呢蟹柳才能够摆出好看的造型 接着我们把这个蟹柳摆在这个宝中 依次的把这个蟹柳的摆入这个宝中即可 接下来呢非常的重要我们把这个熬好的蒜蓉酱呢 浇在这个蟹柳的上面 蒜蓉浇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 开中小火焗五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呢我们把这个火关掉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里面的蟹柳 打开盖子的那一刻呢蒜香味扑鼻蟹柳呢也熟了 接下来呢我们再淋上少许的正义池油 这个正义池油呢不要太多太多的话会咸 最后呢我们再撒上小许的小葱花点缀一下 那么这道砂锅菊蟹柳我们就做好了 这种做法呢蟹柳非常的好吃 蒜香扑鼻蟹柳鲜甜 有的朋友肯定会说啊这个宝中这么多油怎么吃 这个砂锅中的油呢全部在砂锅的底部 而且这个蟹柳呢它不吸油 所以说呢就不需要担心呢太多的油 我教大家的这种做法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家中呢完全可以复制做出来 这种做法呢大人小孩都爱吃 它的味道非常的香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大家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呢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